嗨,我是Champing 很久沒有錄教學影片了 前兩天我就上了科學歌唱的週末專攻班 我去當旁聽 然後我覺得有一些心得想法 那今天我想要講的事情是關於吐氣這件事情 或是說是氣息之稱 或是說是使用丹田 那他們教的內容有他們的教法 我就不透露太多 那但是對我來說 興趣感覺一件事情 今天在做最簡單的吐氣的時候 你用的是哪裡的肌群在吐氣 這個沒有老實講的話會不一樣 那我們也不管這件事情 可是你就感覺你最自然的做連續兩下的吐氣 就這樣 通常做完之後 不管你用哪裡 它會回到原味 什麼叫原味 就是它吐完之後 你要我吸嗎 可以 可以吸 你要我吐嗎 可以 也可以 而且是沒有那種受到阻擋的感覺 但是 一旦開始變多下了 或者是一旦開始變成長音了 你就感覺 例如說五下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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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覺得這裡快點 肌肉憋起來了 好想要叹气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他开始因为我要涂五下 这件事情 在这里制造了一些莫名的压力 你就感觉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 把原本的两下的动作 重复到变五下 不是说我要做五下涂气 怎么就没气了 可以吗 所以原本的两下是回到原味的 五下 甚至每一下之间 都觉得回到原味 你才知道到底 你是用什么肌肉在吐气 而不是 有一个东西可以帮助你 一直把气吐出来 然后很想 觉得气不够 就会很想放松 很想要放松胸口 可以吗 这是一件不太好的习惯 所以当你做五下 做十下 可以回到原味了 你可以尝试拉长音 比如说一个长音的 怎么又想叹气了 对我来讲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点 胸口的这个点 它会不小心辅助到我的吐气 好像很轻松 好像很轻松 我终于解开它了 可是若干是 它是可以很自然的被解开的 它是可以很自然的回到原味 讲话 准备下一口气的 所以你要去注意这件事情 你可以先从两下 觉得没事情开始 变五下 觉得没事情开始 可以直接讲话的 觉得又可以开始继续讲话的 而不会 觉得可以喘一口气才能讲话 这件事情你慢慢就练 你会慢慢发现你 这一整条对于吐气 这个想法的协调性 还有你根深蒂固的一些坏习惯 到底怎么影响着你唱歌 当你在想发生到 在想吐气的时候的起点 或是不自觉的用力点 会在这里 或者是你在做 咬字的初起点 会影响到你的吐气 因为你在做 很轻松 很轻松 可是 奇怪 S这个字 就会一直影响到你的吐气 代表你某些地方在用力 你要小心这件事情 你突然发现变这样的一些 可是 或者是比较明显的离子 你的 跟 F 你会发现空气在这里被积压 跟 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练习 你会发现 原来我们这么容易憋气 你做无下看看 你能够察觉你的憋气吗 就这样哦 拜拜